其實這個一直以來 維護國家安全一直以來 是調查局的核心的任務 我想我們調查局保護我們台灣 自由民主人權法治的 這樣子一個生活環境不被破壞 保護我們的國人同胞 能夠繼續呼吸自由的空氣 這是我們調查局每一位調查官的天子 那個我未來上內以後 未來的工作重點 當然首要的就是維護國家安全 防治境外敵對勢力的滲透 那第二個面向的重點 就是打擊這個重大的犯罪 那這裡面當然 現在詐欺是民怨之首 我會列為首要 然後民眾對於貪毒是玲瓏忍 這是我們另外一個面向 然後再來就是毒品 毒品會造成我們整個社會治安的敗壞 是整個社會治安的一個亂源 然後包括那個黑心食品 這也是我另外一個面向的一個工作重點 未來大概會朝向這幾個面向來加強部署 我跑馬拉松這事情大家也都知道 未來可能一切先以公務為重 對 那這個跑馬拉松的時間應該會被壓縮到很短 可能也沒時間 因為馬拉松需要訓練 我可能運動的時間會被壓縮 不過就是先把先以公務為重 然後一些零散的時間 我就盡量去做一些比較簡單的運動 不過將來各位如果報導我去跑馬拉松 盡量不要報導我跑多少時間 因為應該理論上會越跑越慢才對 謝謝 謝謝大家 謝謝